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去年爆红的正知道了纸胶带 还有故宫人气展品 翠玉白菜的造型钥匙圈等设计品 除了创造无线商机 也让珍稀的文物更贴近民众 简单意上康熙批作折的用词 正知道了霸气的口吻 让故宫创意纸胶带瞬间爆红 去年上市一度卖到断货 但事实上除了炒热文创话题 推广点藏文物的特色 让珍稀的艺术更贴近民众 也是故宫纪念品设计贩售的重要使命 去年七月上市的正知道的纸胶带 它是从我们珠逼作折里面 特载里面所衍生出来的 我们截取了康熙皇帝所批阅的正安跟知道了 这两段文字把它截取出来 变成正知道了 其实这些的一个文字内容 是我们文物所典藏的一部分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发想 那让民众购买回去变成商品 也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文创商品的一个设计 从展示到贩售 故宫利用创意发想 把各项过去只能远观的国宝及文物 变身成能在生活中 实用 展示 收藏的趣味纪念品 它带来的可观收入 更被外界视为故宫的金鸡母 像是这一款同趣风格的 我是乾隆福印 底部转科 乾隆预览之宝等字样 使用此印就好比自己是乾隆爷一般豪气 而这组兼具实用美观的泡茶区 更是近期热卖的超行文创 故宫文创商品的衍生设计 来自蛮多的面向 包括我们的品牌授权厂商 我们的合作开发厂商 那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 透过不同的管道 譬如我们之前举办国宝衍生商品设计竞赛 像泡茶区就是2012年国宝衍生商品竞赛的一个金奖 今年一到七月的一个销售数字来看 除了第二名的政治道的纸交代 其他的九名上榜的一个销售成绩当中 大概都是跟翠玉白菜有关的 一如预期日前赴日展出引爆参观人潮的翠玉白菜 仍是故宫的人气一哥 相关造型的纪念品同样五花八门 喜欢与众不同的文青们没关系 故宫的水墨字画文创也很实用 从茶壶碑具到细胶茶店应有尽有 也为馆藏的故宫珍品创造更多衍生商机 中央设计者张志燕 红红军台北报导 故宫初届日本东京博物馆展出的神品质宝展 展期第27天吸引第30万名观众 这名幸运儿暗里香子是个才国一的女孩儿 当天是含妈妈来参观 没想到有这份意外大礼 还有凯蒂猫人偶一同迎接 让她们又惊又喜 幸运30万人目になった 感想をちょっと出すので 大礼です 高援です 大変高援です 今日はどうしてキティちゃんを使いましたか 今回はキティちゃんの関連作品を 全部販売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るので キティちゃんも喜んで来てくれました 妈妈暗顺子透露 其实自己20多年前 也曾来台造访过故宫 雖然这回来到东博 最想看的翠玉白菜 展期已过 但还是很开心 能在东京就欣赏到故宫文物 今日はこのこと二人で 夏休息最後にちょっと 国立の方を来てみようかな と思って 今の補給我やっているので いい機会だなと思いました 夏休息最後の思い出と言った 嬉しいですか 嬉しいです キティちゃんお好きですか 嬉しいです 神品之保展結束东博展期后 预计10月7号起 将展展九州国立服务馆展出 届时未曾出届的故宫镇管之宝 肉行石 也会在前两周展出 中央社会的杨明珠 東京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警察 雅加达 泰国麦克服报道 中央社拥有 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阿嬷 你记性好好 你很厉害 由吴念珍编导的 《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 以小人物为出发点 用平时的对话方式 在舞台上展现市井小民 最赤裸的一面 今年10月 绿光剧团将推出《人间条件6》 故事背景以现实生活中 薪水不涨 房屋家飞涨的世代 描述六七年级生 所面临的妥协和挣扎 这个系实想讲 六七年级他们的负担 面对很多东西的问题 比如说六年级的 父母亲 差不多慢慢年纪大了 他们要承担他们的责任 他们要负担他们的责任 有些人到现在甚至 到底要不要结婚 或者有没有机会结婚 结婚完婚要不要生小孩 还有结婚过程 生小孩 有没有能力买房子 等等等等 都是他们非常非常 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吴念珍用说故事的方式 和观众分享近几年来 对于六七年级生的 观察和感动 他说故事的启发 来自于儿子的成长过程 当然自己跟儿子 看儿子去长大了 还有你也快挂了 大概慢慢要退赢了 那这些人是未来台湾的中间 那有时候觉得 我们这代父亲 通常会对下一代要求比较严厉 我觉得在严厉的这个阶段里面 要不然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看他们的负担 对 还有 他们没有比我们好命 不要一天跟他们说 你才有好命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没有比我们好命 《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 从2001年推出至今 已经有五部作品 深受观众喜爱 新戏《人间条件6》为眼线轰动 虽然演员卡斯尚未决定 故事剧情也还在发展 但戏迷都非常期待 这次的作品 中央社界的张志燕 蔡玉婷台北报导 去年来台先情热潮的黄色小鸭 最近巡回抵达美国洛杉矶 为今年的洛杉矶长维帆船节站台造势 而这也是黄色小鸭首度在美国西岸亮相 吸引数千人围观 不少民众还登上一旁停泊的战舰 抢占最佳拍摄位置 这次在洛杉矶展示的黄色小鸭高达六层楼 号称全球最大 在常围帆船游行中领先出发 让一盘船只看起来小伤一号 小鸭魅力无法挡 现场周边商品热卖 大小朋友都戴着小鸭纸帽 争赌小鸭风采 相隔三年 常维帆船节再度在洛杉矶港举行 主办单位今年商起小鸭助阵 为期五天的活动 您这样都可以看见小鸭生意 期盼借此吸引更多人潮 庄社记者吴贤昌 洛杉矶报道 台湾民族阿基师领军登陆 选在上海创业开餐厅 主打清淡养生的台北菜 强调天然调味 让向来习惯重口味的上海人 眼睛为之一亮 第一个我来这边强调 我的天然调味料 绝对不用什么精的东西 一定是老母鸡熬的高汤 所以我的成本都会特别高 但是几乎每一口的汤水 放到客人的口腔里面 大家两个眼睛都会钉大了 近来两岸食安问题频传 阿基师推广使用天然食材的理念 希望影响其他中餐厨师 让民众吃得更安心 其实对于食安的安全 我在台湾就非常强调了 我非常强调 当然也我对于这边 不只是上海 整个中国大陆内地 有很多我们厨艺界的同仁 确实对于食安问题的重视度 我认为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检讨的 阿基师在上海的餐厅包厢以台湾景点命名 食材也都由台湾进口 看得出浓浓台湾味 阿基师将中餐料理结合创意 希望用精致细腻的菜肴 征服上海韬客的味蕾 中央社记者翟斯嘉上海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 31号展开为期四天的日本访问 期间将与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名人天皇会面 借此强化映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印度目前积极发展基础建设 希望招引外资进入复苏经济 电力供应问题 成为印度新政府的一大考验 莫迪这次出访 也希望能够和日本签署核电协议 寻求日本的技术支持 相关讯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装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婷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